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akeTalk 本期视频我想要教大家用GPT4结合DeFiLAMA来去做DeFi领域的数据分析 因为DeFiLAMA作为最佳详尽且更新最快速的DeFi数据平台 一直以来带给我们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结合GPT4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功能和效率来去对某一个DeFi项目 或者是某一个DeFi的细分领域来去做数据分析的话 这绝对是对于提升效率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超强组合 所以本期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去来做一下这个非常详细的教程 来教给各位如何事半功倍的对于DeFi项目来去做研究 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数据上面的变换来去做宏观的判断 从而找到可能存在的一些投资机会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联合数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码添加微信群 如果你想要去免除链上该色困扰 交易一些最新的B2C20代币 那么欢迎使用视频详情里面BG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参与注册 那么目前阶段他们也是正在进行夏季合约摆谈大战的一个交易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想要去获得最高50万优的一个奖励 那么欢迎散码加入我的战队 好 接下来进行到一个视频的正片环节 那么作为DeFi的老欧鸡或者是一些老韭菜 我相信各位对DeFi拉玛肯定有非常非常熟悉 因为DeFi拉玛基本上可以说是你用来去做DeFi TVL分析 以及说对于DeFi某个细分领域分析的一个超级好用的工具 它不仅仅可以对于每一条链的一个TVL的变化来去做出相关准确的分析 而且能对某一个单一项目来去做出更多的这个评价和相关的一个介绍 所以DeFi拉玛是一个非常强悍的这个DeFi上面的这个分析工具 所以基本上从它2020年出现开始到今天我是一直在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对DeFi进行学习 那么肯定DeFi拉玛是你逃不过的一个好用的工具 那么我在之前的硬核信手教程中也有跟各位分享过DeFi拉玛这个工具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DeFi拉玛因为是纯英文版本的 而且DeFi拉玛上面的一些数据图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可能一时间确实难以了解 就比如说你看到我要看某一条链 比如说看以太坊这个活跃用户数 然后每天的变化等等这些数据 就是你如果说单一的来看 这样子可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去延长 比如说半年 我如何去导出半年的一个趋势图 我如何结合这半年的趋势图 来去做一下更下细致的分析 可能这种细节上面的了解包括说这种细节上面的数据分析图表 可能就会难到很多人 那么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更加干脆啊 他说 我觉得做一些数据分析不是我的优势和特长 我只想要DeFi拉玛给我一些密码 就是哪几个矿 比如说收益最高 或者是哪些DeFi项目在最近几周 最近几天表现的最好 那么这几万个项目里面 我如何做筛选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DeFi拉玛的版本中 其实真的非常难以做到 但是你结合GPT4就可以去找到 比如说收益最高的矿 或者是找到这七天三十天 或者是多久就是这个涨幅最猛 而且是整个TBL数据增长也非常好看的项目 但这里就需要你去结合一些 这个就是GPT4上的一些优势 首先呢 如果你想要去使用今天的这个功能 你是必须要去购买GPT4的 意味着说你必须要在每个月去支付20美金给OpenAI这间公司 那么我也有在之前的视频中跟大家去来分享整个如何去购买GPT4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海外的银行卡 那么你用海外的银行卡付款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如果你没有海外的银行卡 那么你可以通过下载GPT4 就是ChatGPT的手机版本通过iOS市场下载 然后去淘宝上买这个iPod的这个积分卡 同样可以购买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海外银行卡 这种海外银行卡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先用手机版本 然后从手机版本上面购买一个美区账户 然后你再去淘宝上买到美区账户里面的苹果充值卡 这样依然是可以充值的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淘宝上包括说整个的教程也有很多 我在这里就并不再一一展开了 如果你不懂的话也可以百度或者是谷歌 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结合GPT4来用 首先呢 这是一个完全β的功能 那么你可以点击这里 就是你来到这个ChatGPT的页面 你需要点击左下角 这里有三个小点点 然后小点点这里 你点击这里的设置 然后点击设置之后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就是正在β的功能 然后点击下面的这个插件 你要把这个点开 然后点开之后 你就可以使用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建立一个new chat 然后你看到GPT4 然后就可以点击在这里进行相关设置了 同样你也可以在插件市场里面找到其他非常优质的这个插件 比如说这里可以帮你去阅读PDF 然后可以帮你去进行学术方面的一些讨论等等 这一系列其实有很多 然后你到这里就可以来输入这个DeFi拉码 然后你能够找到 然后基本上很简单 你将其下载上来 然后就可以使用DeFi拉码来去做一些数据分析了 那么DeFi拉码能够做什么呢 其实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强大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 请你帮我总结一下最近7天收益最高的矿 那么他就会很快的帮你进行整个数据上面的分析 然后给到你相关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用更多的这个玩法 比如说你如果想要对某一个细分领域来去做分析 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对于LSE赛道 你同样可以让他帮你去列举出可能排名前五的这个LSE的项目 包括增长率啊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他都会帮你一一的来去做相关的分享 并且可以帮你做出相关的一个图表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结合真的是能对于DeFi上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这个你也是需要经过调教的 就是你可以说 我目前就是随意想出来的这个7天最高的矿是什么的 都只是一个随便的idea 那么你也可以想你更多的 就这个就是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就如果你有更多的这个好用提示词 那么你也可以发过来 我刚才也问他就是收益最高30天的矿尺 他也帮我做了一个相关的图表 而且这个图表其实很详细啊 有年收益率 然后有30天平均收益率 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TBL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如果你想挖矿的话 包括说你不知道哪些收益最高 你也可以问他 就是最近30天有哪些收益率高的稳定币矿值 那么这个可能是大家更为关心的 那你也可以问他 然后他也可以帮你进行相关的这么一个回答 所以我个人还是感觉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特别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是可以让你使用中文来去跟他进行交互的 你在整个DeFi Lama里面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使用中文 他所有的所有都是英文 所以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在做DeFi Lama数据分析的时候非常吃亏 但是你有了GP4 你可以用中文跟他进行对话 而且他输出的全部的内容其实也是中文的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丝滑 这一点就可以帮助英文不好的小伙伴们可以更快的来去做数据分析 所以很多小伙伴们之前说 DeFi的门槛太高了 然后DeFi的数据分析图我看不懂 然后DeFi的某一些细分领域全部都是英语 我也不知道这些数据怎么来做 那么目前结合上GP4 这个其实就非常方便 你有任何不懂的问题 你直接把这个DeFi Lama的这个插件放进来 然后你就问他就行了 各种各样DeFi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问他MakerDot的发展历史 MakerDot的数据变化 MakerDot的最新产品 MakerDot的收益 MakerDot上面挖矿的情况等等的 你都可以去问 个人觉得他都能非常方便的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你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是要得到最佳且好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一定要是就是你的这个问题要写的更加详尽一点 因为我这只是跟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所以其实并没有花很多的东西去来写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在其中做更多的这个了解 包括说你想要去通过GP4跟DeFi Lama的结合 去帮助你做研究 或者是帮助你发现更好的投资机会 那肯定还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在上面的 但是我个人都会觉得GP4结合上DeFi Lama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DeFi赛道快速研究方面的一个巨量级的提升 以前很多阻碍我们使用DeFi Lama 包括说阻碍我们进行数据分析的一些困难 好像在通过GP4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解决 无论是语言数据图表还是整个的一些增长量 那么GP4都可以非常快速的帮我们来去做到这一步 所以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一个分享 使用起来很简单三个点点 然后点击设置 然后点击beta的features 然后点击插件的按用 再输入这个DeFi Lama就可以找到 所有所有都是非常方便跟丝滑的 那么我在这个视频里面也有看到 就是推特上面看到3E Trader 这位小伙伴写了一个这个文字版本的一个交易的 就是教你如何使用GP4跟DeFi Lama的这个长推文 我也会把这个长推文写在我视频的这个下方 以帮助各位可以去更好的一个了解 个人觉得这真的是一颗王榨级别的应用 对于DeFi来说 所以各位想要对DeFi里面了解的小伙伴们 可以趁着目前熊市的阶段 结合DeFi Lama跟GP4更加方便和快速的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分析 那么相信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熊市阶段中 虽然确实很无聊也没有新的项目 但是如果你能好好把握这段机会 这段时机并且用这两个强大功能工具的一个组合 那么我相信你对DeFi的研究肯定非常懂 最后再重申一遍 我个人还是觉得DeFi是所有这个项目经济模型的一个本源吧 就无论是GameFi NFTFi等等 所有的经济模型其实都是由DeFi来去做演化的 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行业中Lumb Term的生存 或者是想要找到一些后续可能更加有投资价值标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产品 那么还是建议你要把DeFi的经济模型看懂 那么看懂DeFi的第一步 就是要去学会去看DeFi TVL及一些数据变化 包括说了解这个项目的背景 那么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正好结合是用这个工具 用GP4里面结合上DeFi Lama来去看历史的数据变化 以及一些历史的事件 包括说对于这个项目的总结 它都可以帮你快速的进行研究 而且可以帮你找到更加有机会的一些投资标的 所以在这里非常推荐各位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聊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群 最后如果你想要去免除链上盖色困扰 交一些最新的现货产品 那么欢迎使用视频详情里面 BG交易所一个注册链接参与注册 那么目前他们也是正在进行夏季合约的摆团大战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赢取最高50万美金的奖励 那么欢迎扫码加入我的战队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